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今天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老人社区里面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老乌管理学 还有那个散装心理学的一个典型 首先我们这个社区里面都是老人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老人 那年轻人也有 因为他至少有孙子辈嘛 也在读书 还有的是很多的那个 很多的人是租房子住在这边 所以你不能一个社区不能只光是老中青少都要有 才有活力嘛 那这个社区在在三十多年前建造的时候 他他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年轻人在在学生那什么的 所以他有一个活动场所是盖了一个大篮球场 篮球场是一个多功能性的 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集会 户外集会的场所 比如说有有选举了 或者是有什么群众的活动的时候 就在那边 升级典礼等等都在那边 那就像学校一样 一个一个大篮球场 篮球场上有有有两个篮球的那个架子 不是两个有两套了 就可以两两个场地都可以打篮同时打篮球 另外他还有一个网球的一个一个规划 也就是一个篮球场 一个网球场 再一个篮球场合在一起 非常大的一个旁边还有看台 那这样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 可是这些老人 这就是这样子嘛 篮球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看不太清楚可能 OK好就这样好了 因为篮球这个运动 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小篮球架子 这插板得分 那因为那这些老人 住在这个篮球场边缘的老人 常常会被这些年轻人打篮球 因为篮球打起来 啪啪啪啪啪啪这个声音 吵到他睡眠 那吵到他睡眠 你会把睡眠两个字 你会想成什么 直接想成什么 晚上九点以后睡觉 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这个缩小 因为那个篮球场虽然有灯光 但是灯光很暗 所以应该讲说是 六点以后 基本上就不应该再打篮球了 因为可能有的人还要读书 不只是敞到人家 因为这个篮球打到基本上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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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这个声音确实是很烦人 那一般人讲的睡眠 就会直接想到晚上的睡眠 可是你不知道老人的睡眠时间很长 他中午一定要睡觉 吃完饭之后他一定要睡觉 这是老人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不是习惯 因为他的身体就支撑不了 那有的人五十几岁就要睡午觉 四十几岁也要睡午觉 我一直到五十多岁 我都没有睡午觉习惯 但是如果说白天没有睡午觉 晚上就会提早睡觉 因为体力仍然是有限制 可是那个老人 你可以尝尝看公园里面老人坐在那边在打瞌睡 因为他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他就容易打瞌睡 因为他每天睡眠时间很长 但是他是什么 晚上他睡不着觉 白天他每天随时就打瞌睡 这是老人的典型 躺着睡不着 坐着就睡觉 这是老人的一个典型 这些老人就在开礼民大会的时候 就反映说这个篮球场太吵了 结果就是说表决嘛 因为这个老人占了90%嘛 所以老人全部把篮球场拆掉 结果当之前的那个管理的人 就是里长或者是什么管委会吧 社区管理委员会的那个主委这些人 因为拘手通过了 全票通过 因为拥有房屋有所有权的人 只有这些老人 那那些年轻人 不是父母或祖父母的房子 或者是租来的 甚至于说就算他买的好了 年轻人 外地来的年轻人买的房子 二手买的 买到的那个房子 他的人数也不 也远远不足 跟那些老人相披靡 所以要举手表决的时候 一定是输的 好OK 举手表结束输的没有错 就是这个篮球场要拆 这个要拆掉 可是你要拆掉的方式有很多种 篮球的架子是长这样子的 这个篮球板是这样子的 我画在这里 它后面还有一个铁架 有的底下是一个用很重的铁轮 那有的像这边的篮球架 它是直接是埋在水泥底下的 整个铁架就是固定在水泥底下的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因为你现在这些老人 这个住户现在是老人没有错 可是不见得他永远都是老人 因为这些老人迟早会死去 我们不要讲故去好了 我们就讲死去好了 死去之后这个社区还在 那是不是会换血成年轻人呢 这种可能以前的这些管理 什么管理者统统都没去考虑 因为他也是军人退役的 思虑有限 结果他就把那个篮球架的根部 找了工人把他用那个切割的方式 把他切断 整个连这个板子连那个铁架全部拆掉 那前几天又开会 开会的时候老人又提出来 因为那个议题里面有讲说 有人建议把这个篮球架整个拆掉 那原因还是吵嘛 还是吵到人嘛 那结果这个老人就要联署 马上就要通过了 结果后来有一个中年妇女 她就讲说我们不能 因为老人的关系 我们就让年轻人都没办法运动 那我想说这个东西很容易折中处理嘛 第一个篮球架不能拆 不能拆 因为有年轻人 还有这个社区里面 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话 它是一个木气层层的社区 全部就老人社区 老病残嘛 每一个老人都拿了推的轮椅 然后那个请的外劳 或者是浮的柱行器在那边 满山的行走 那这个地方的那个 整个的没有朝气 可以这样讲 那如果有人在 有几个人在那里打篮球 只要你限制他打篮球的时间嘛 你限制他每天什么时段 早上 白天什么时段到什么时段 可以打 比如说早上几点到几点 中间可以打 那下午几点到几点可以打 晚上不能打 那中间中午那段时间 就是这老人五岁的时间嘛 所以你只要腾开这个时间 其他的时间 这个老人如果想睡觉 你不管是在床上 在床上睡觉 还是在公园打盹 那都是他的事情 或者说你要睡觉 你就耳塞嘛 你在家里用耳塞睡觉嘛 因为你不能够因为你的关系 阴烟废食 但是之前的那个四个篮球架 中间已经两个已经被锯断了 已经不见了 简单讲就是那个篮球架已经拆掉了 当废铁卖掉了 连这篮球板也不见了 我看到之后我就 当场我就提了建议 我说你可以在这个篮球板上面去写上 用喷漆喷上说 几点到几点使用 等等的 那这个事实上已经有做过 但是这个老人还是反映说炒死了 他已经被炒了几十年了 我刚刚讲过 老人讲话很多是夸张的 他是以偏概全 他认为他以前被炒过 现在已经没炒了 他还记忆以前被炒的经验 简单讲就是 所有的管理干部不称职 也被选出来 大家直接在抱怨声中上台 在抱怨声中下台 很多的团体都是这样 为什么 没有选权以能 没有能力的人上台来管理 就是这样 那我看到这个情形 那我们还可以再限制 我们可以限制 这个框子是活动的 当然因为这个框子太高 所以不好拆装 可能你可以这样收成这样 用一个机械结构 我是机械设计的人 我很容易去想 我把这个篮球框子 从后面用什么机构 把它锁住 用什么方式 把它锁住 锁住之后 你如果时间不到 我不把它放下来 或者说我们甚至于 在管委会有一个钥匙 你所有要使用这个的人 到管委会来登记 然后拿你把钥匙 要压证件 然后你那个有一个钥匙之后 你一开着 这个篮筐才下来 你才能使用 否则的话 这篮筐是这样子的 你没办法用 那至于被已经锯掉的 已经失踪的 当初那些管理的人 那个脑子里面 可能都灌的大便 你根本不需要 把那个篮球架 整个把它锯掉 锯掉的没有了 现在尸骨无存了 你那些铁管 你能够卖什么废铁 你能够赚什么屁东西 人家既然反对打篮球 OK 好 我们在试用期间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篮球板拆掉 剩下一个空的铁架 你有空铁架 你就没办法再投篮了 那是不是 你就可以 你把这个板子拆下来之后 你放到那个空的仓库里面 有的是这边 有的是这种空的教室 空的什么 都没在用 这边是文化沙漠 都是什么 很多的那些 原来的公共设施 都没有在用 都是荒废在那边 所有社区都是这样 好 那你把这个板子拆掉以后 放到那边 篮球架还在 这个板子只用螺丝固定的 以后如果说 再要用的时候 再把它抬出来 再装上去 没有损失任何东西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篮球架拒掉呢 已经早就拒掉了 因为以前的开会的时候 不知道哪一年开会的时候 已经把它拒掉了 我就觉得说 所有的管理者 从任何团体 包括国家在内 都是这样 没有深谋远虑 视力 就是眼睛的世界 非常狭窄 狭窄才会做出这样的决策来 把那个整个那个篮球架全部拒断 现在又想要把剩下的那两个要拒断 我就想说 还好我喊了很咖了 很咖了之后 这件事情没办法表决通过 所以保留了这个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能够做这样事情的很多嘛 这个架子能收起来 用机构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 它就不能打了嘛 因为打篮球的乐趣 就是插板得分嘛 或者空心嘛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才叫篮球 没有这个东西不叫篮球了嘛 谁会拿篮球砸这个东西 做乐呢 如果这样做乐 人人可以群钱而工资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一个老人社区就不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我讲老无管理学 就是讲这些东西 合理化嘛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防呆嘛 要遏止这些年轻人 所以你要把手续列出来 他必须去管委会去登记 才能够使用 免费使用 这跟借书一样 免费使用 但是你必须登记 我要控制你 因为你有压证件在这里 如果你时间超过了 你还在那边用 没有人过去监督 可能老人会反应啊 反应的时候 OK 那我们就可能限制两次三次 你就丧失再使用的资格 就这么简单嘛 这跟我们图书馆借书情形一样嘛 你预期他会通知你嘛 等等等 凡子种种都不需要把现有的设备 把它完全消灭掉 你消灭掉是因为 你以个人的利益为原先 来思考 你怎么没想到 其他人不是像你这样 老病残的呢 那些年轻人 难道你要把他手脚绑起来 不让他运动吗 这也不合理嘛 也不合情 我想以上就是 吴正诚跟各位分享 从一个篮球架的使用 来谈管理 谢谢